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对专业人士的需求都比较大 会计师也是其中一个专业人士来的 今集我们就请来一位嘉宾都是会计师来的 他就是Michael 可以和我们讲一下其实会计师的工作究竟是怎样的 Hello Michael Hello Ada 多谢你今天请我上来 我想知道其实会计师主要的服务是怎样的 以及其实又会涉及到什么范畴和业务 会计师可能给人的印象大家都知道 会不会很沉悶 经常对数字 这个行业其实都很久世纪了 如果讲早期一些 其实在意大利文藝复兴的时代 就已经开始有报纪这个记象 再后一点就是工业革命的发展 以至后来资本市场的需求 在整个资金链里头需要一个会计师或核素师去认证 会计师主要会分为两种 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就是一种是执业一种是非执业 所谓一种非执业 很多时可能是在很多不同其他单位 包括是corporate 里面 政府的单位 比如收税 它都有些是会计师排的 另一种执业的情况 就是大家所知的熟悉的会计师楼 会计师楼提供的服务很多 包括就是审计 例如签名 每年要去上税局或公司 有税务 因为要填报税表 包括你个人 又或者是一些公司的报税表的报税范畴 除了这些最传统之外 亦都引伸了很多 包括了可能是有评估的服务 有财金的服务 所谓我们所谓的行内叫做non audit services 所以其实会计师的涉猎范围都很广泛 今天如果是一些最大的大行 甚至乎他们会自己开一间律师行 又或者会开一间測量司行 服务不同的客户 都有的 其实以你们为例 主要的目标客户群又是哪一类呢 我们的目标客户群 我们的行业最主要分成几个不同的层次 有最大的品牌就是一些国际所 他们国际所其实会focus的客户 可能会是一些跨国公司 上市的大型的蓝筹公司 如果我们作为二线品牌 或者是一些中营所 我们就会focus一些中小企 以至于是一些 mid to small cap small to mid cap 即市值可能是几十亿 客户的一些上市公司 另外还有第三种可能是本地所 例如刘关章结拜的 刘关章会计师事务所 即是三个人 他们可能是大部分是本地的客户为主 那些可能是中小企为主 所以要看看是哪个层次的会计师事务所 然后服务一些不同的客户需求 因为如果你是跨国 在世界不同的国地 你也要有成员所 又或者是很大型的蓝筹公司 一定是业务遍及不同地方 需要不同的人 其实你们都接触很多客户 其实在和客户沟通的时候 如何给他们信心呢 因为其实我觉得会计师都是服务性行业 都挺为主的 是的 这件事我们在香港就叫做专业人士 在国内就有个特别的名称 统称都是叫中介 中介就不是Agent 那种中介 而是一个月方 是一个中间人 即是提供一个认证服务 这种专业人士大家都会明白 他背后就是受的专业训练 医生好、律师好、评估师好 以至于我们会计师好 其实是因为有政府的一个 即是有条例 这班人是受到政府认可的 即是那条例下 你考完那些试 你又有那些合适的诸业知识 再加上你实战的经验 你可以拿到这个资质 国内叫资质 香港人叫诸业资格 你有那个诸业资格之后 其实你是可以以那种服务 去收取一个费用 所以要得到客户的那种信任 其实你首先最重要的 都是那个专业知识 专业水知识 叫得做一种专业人士 或者叫中介 其实你是严守着一些信条 那些信条是你的诚信 Integrity 这种东西 这个是我们的基石 所以要赢取客户的信任 我估计最主要是两个点 一个是Integrity 其次就是你的诸业性 其实现在 即是香港的会计行业 其实的发展是如何呢? 我相信其实都挺成熟 因为其实都发展了很多年 但是如果说现在 你觉得由以前到现在 其实会计界的变化是如何呢? 我想变化最主要是 我们作为专业人士 变化永远是资本市场的变化 而我们随着资本市场的变化 而产生不同的服务需求 我举个例子 在最远的时间 最远的时间 例如在80年代以前 其实国际行就不是那么多 因为那个时候 那个风潮不是globalization 那时候你那个服务的对象 又或者是那些 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局限是一个本地 但是今时今日 自从改革开放 以至到globalization这个潮流 就经历了很长的时间 起码有40年至50年的时间 这个亦都全球变得很一体化 所以很需要就是 将那个服务的对象 他的群 大家要聚在一起 聚在一起 将这个服务 是provide到世界不同的地方 那今天也是 刚刚適逢在这个变化之中 亦都是有政治的原因 有经济的板块各样 所以是在重整 重整的对象 但是呢 变化是没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们服务的最主要 一定就是说 我们要是走出去 走出去只不过就是说 以前那个年代 还是香港本土 后来就发展到的业务 包括中国以至世界 今天可能是以东南亚为主 或者是有些区域的板块为主 但是主体不变 就是你始终都是香港公司 或者你是哪里的 海外架构 香港上市 这些条规规条条 这些是没有变的 但是服务涵盖的点 这些变化是多的 今天 其实除了在服务上 可能有改变 或者行业内有改变 其实在人才方面是怎样呢 就是香港会计界的人才 其实现在短不短缺呢 有没有这个情况出现 这个问题真是问得好 我作为会计业的一员 就在此大力呼吁大家 就是香港在过去一段日子 是受到很多影响 有社会的问题 亦都是有疫情的影响 这个很大 其实香港的人才的需求是很恩切 在会计业来说 因为会计业 如果你记不了一些帐 其实你的资本市场 就无从运作 你没有帐的话 你亦都很难有用资 亦都说不到下一步 这是基石来的 但是在过去一段时间 最主要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当然政府做了很多事 包括我们会计界的立法会议员 或者其他都做了很多事 但是疫情的影响是非常大 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香港大家都明白 只有三类的学生毕业 一类就是本土学生 一类就是外国回来 第三类就是港漂 但是在疫情的期间 其实是没有了第二类 又没有了第三类 因为疫情的原因 可能学生第二类的 他们读完学都不怕是 各种原因 第一类就是减少了 就是人口结构 各样 第三港漂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问题是在于 他们 譬如举个例子 以前他在中大读书 然后在成都 成都来到香港读书 留港工作 但是过去不是这样的 过去那三年 根本在成都上香港大学的网科 都没有来到 不会留港工作 所以变上整个行业 其实请人是短缺困难 政府或者业界都联手 都在做很多事 是希望去到盘活这件事 但是我估计还是需要些时间 说回Ada 你问的问题 其实变化有什么 变化都很大 因为以前的年代 譬如我从事这个行业 有20年 接近20年 这20年里头 我那个年代 就说可能 可以死背硬机 有些试试 但是 今天就未必是讲求感 因为大家以前都没有查试GBT 今天我们有查试GBT 可能一些问题都可以 你试试的时候 都可以查试GBT 都可能合格 但是今天资讯科技的掌握 普通话的要求 因为那个业务的性质 而可能甚至乎是 英语水平的能力 这些都是要有所提高的 就不是单单只是说 我们读书的年代 就是说死背硬机 某一些的准则 某一些计算 所以 涵距面是阔 但是涵距深入度 可能你人都只有24个小时 也不可能要求学生近乎完美 但是可能程度是不同 因为可能要靠科技 达到同样的程度 但是涵距面是需要阔了 即是说金融科技 除了改变金融相关的行业 其实会计价都改变很大 非常大 有些也有这样说 就是经常都说 你一出那些查询GBT 出什么都好 永远都说 有些人是十大最容易高危的行业 大家都看不少 但是如果你问我 即使去到今天 你以我自己为例 審计的程序 你可否靠AI去做 你的工具可以帮你做到一些事情 但是你的判断和判断 去到主要判断 甚至乎你说医生 医生是否找个AI的机械臂 但你不会没有医生 你也要找个医生 去出入机械臂 暂时这一刻 一百年后不敢说 二百年后不敢说 所以我估计的需求 或者是在 但是变化 工作的性质 和类别是有不同的 这次和Michael 你都谈了很多 会计师其实是做些什么 不过我知道 其实你也有利用你的专业 入到大湾区里面 去服务客户 不如我们下节回来继续谈一下 好啊 回来节目时间了 继续有Michael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他在大湾区 怎样利用他的专业 去服务客户 Michael 其实你觉得大湾区 有什么机遇在呢 因为其实近年 市场经常都提到 很多人都说 要回到大湾区去发展 你怎样看大湾区呢 我从事这个行业 我自己2000年 差不多一入行 那时候就没有大湾区 大湾区是我们最近的一个 就是一个政策 推出的一个概念 但是我们不可以这样说 以前没有 就是很新的 其实就不是的 因为会计师北上去工作 也都不是一件生命的事情 大湾区在以前 就是今时今日 我们就将主要的 港府省的城市 就叫了9加2 加上香港老母 主要的城市群 其实在以往那个年代 就是叫朱三角 朱三角是怎样做的呢 朱三角说的是 香港前面就是店铺 后面就是工厂 包括的就是东本 大家都知道 这是世界工厂的地方 这种前店后铺的方式 就流行了很久了 只不过今天 大家就除了经济的发展 其实在过去的一段日子 包括深圳 它以科技的城市挖起 广州是因为一个省会 以至到一些 不包月东很辟的地方 譬如是山头 或者是潮山 那边就不包 但是就算是一些物流主力的地方 譬如是惠州 都包括了在里面 就是一个简单来说 是一个重镇 也都参考了外国的一个湾区的概念 譬如是东京 譬如是纽约 这类这些 一些湾区的经济概念 放进去 我就叫大湾区 讲的人口很多 其实差不多等同一个英国 几千七千 很恐怖 市场量就很大 但是我想说 其实会计师回去做 就不是第一日 只不过今天 大家因为大湾区 由以前清代到现在 广东也是最发达的地方 经济 你只有几个 长三角 长三角最富裕的 另一个就是港省的这一边 所以大家就拿了它来 标志性 可以作为一个契机 因为是一个无论是人民 文化 而是一个对外最开放的地方 所以也是比较适宜我们作为一个外资 又或者我们作为国际 或者我们叫自己有少少国际视野 我们作为一个少入点去做 但这是一个跳板 即是我们不应该将我们的业务 我们又限制在大湾区 当然在大湾区很足够做 但是以为所或者其他事务所谓 其实我们在国内有二十多个点 如果你说是一线所谓更加不止 但是更加不止 全中国都有 这个大湾区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试点 将我们在境外的服务 所以我们在境外做得更多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唯一 这是我们行业的特别地方 当然有些行业各项各业不同 譬如说医护可能在深圳开着 慢慢进去 因为始终两地医疗体系 文化都有不同 但会计师其实我们走得比较快 亦都走得比较前 但是我知道 其实某一些的专业资格 譬如香港和内地 其实都互认了 但是以我所知 其实会计界 是不是都还未互认 我们确实未互认 不过我们无论业界 即是会计师工会 政府的扶持 中住协各样 其实都做了很多大量的功夫 我可以讲讲 现在的认证差别 其实我们要做一个会计师 我们主要要下五科 目前来说 其实我们有几科 已经是可以回应 但是我们仍要考几科 即是中主协的试 考中主协的几科 对香港人来说 就确实有问题非常之大 因为根本上考的方式 首先就是写字 写字就要写简体字 以及不是用手写 用手机打 打简体字 我估计香港人 都不是说个个搞定 很多时候大家用iPhone 写一下 然后整理回转 确实是一个很大问题 另外就是法规 即有关的税法、经济法 这些 其实香港人是要重新读过 因为畢竟不同 认识是不一样的 另外就是考试的方式 也不同 考试的方式就是 他们着重的背重是强些 但是香港主要是用一种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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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方式去处理 所以 考试对香港人是难的 而合格率是低的 反之亦然 你叫他们来到香港 要去考 反过来 他们去考 亦是有困难 所以我们不可以说 大家存在一个 会不会是一个 保护性质 不是这样 但是大家要求同传意 去将银子做大一点 所以目前来说 有很多种方案在谈谈 亦都在推进 有些走到最前位的 就是说 可不可以 香港人 因为我们作为 接触最多 或做得最多 都是一些 境外的事情 即是境外的事情 我们做境外的事情 即是境外上市 境外 我们又不是说 要走进去签 做A股 又不是要这样去做 未去 当然可能能够做完 当然是更好 但始终我们有限制 我们最熟悉的 就是我们做境外的融资 境外的报表 境外的事情 以国际准则 这样为例 所以目前有些想法 就是说 会不会在前行的地方 可以试什么去执业呢 这个概念 其实跟律师的挑战都差不多 律师走得快一点点 会计师就未快得那么紧要 但是有些事情在谈谈 但要落实 都要时间和细节 最主要是法律问题 因为这里牵涉到别人 国内要改回计法 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是一个 专业资格 未完全互认的情况之下 其实你现在 怎样去将你的专业 都在大湾区里面 可能都发挥到 我估第一样 就是要 我们 其实 一直和国内做生意 会计师那里 其实分得很开 意思就是 就算它是一间境国内的公司 如果它在香港上市 其实我们都会派人去做 又或者我们会找国内的同事去做完 之后 将那些有关的程序 给我们这边做一个 签密报表的方式 方式 方法 只不过 随着大湾区 你说这是一个视点好 又或者将来是一个 跳板去到全国都好 我们这种形式 一定会有所深化 而用深化 就是要大家跑得多一点 进去多一点 有些商机就是来自于 因为我自己对于香港的资本市场 仍然认为是有一个优势 因为它始终是一个 free port 始终是一个境外的地方 所以 so long as 其实境外的资本市场 有这个集资的功能 其实我们要走进去做 应该还是有我们的空间 只不过就是说 我们是跑远一点 还是我们作为一个视点 进入多一点 想知道 其实现在在内地 整个会计界的发展是如何 其实很成熟 会计界在国内 其实是90年代才开始 才有那些相关条文 最开始的时候 当然是参考香港 包括他们的中主协 参考会计师公会 后来就是 甚至乎一些交易所 参考港交所 通过了二十多三十年的一个发展 其实他们的会计法 亦都经过几次不同的重大的修订 其实就有他们合乎国情的一面 亦都同一时间 要去和国外兼容的方面 其实都是有的 目前你要说 我估计大家要走向国际的资本市场 因为上海 做了很多 大家知道上海、深圳都是A股 不是全部开放 虽然你说都可以买卖 但是资本帐 其实不是完全开放的时候 其实港股这边 还是有一个空间 所以我估计 将来的发展 就是我们作为专业人士 做到些什么 或者再做些什么 去帮助可能业界 更加可以掌握到大湾区的机遇 这个问题 经常都讨论 但是我觉得最主要 都是要去到尽快推 专业资格的互营 要加紧一些力度 除了这件事之外 我相信是知识层面 知识层面有时很广泛 我都说过有些CPD 那些CPD说 譬如有些国情 香港人要掌握 我举个例子为例 譬如你 Ada,你能不能回大陆 少些 譬如你知不知道 月A是什么地方 车牌 不知道 广州 月就是代表广东省 A就是省匯的地方 月A就是广州发出来的车牌 那辆车 如果那辆车在繁忙时间 駛入深圳是不行的 是不行的 因为深圳已经有很多车 你拿着月A的车牌 你要駛入深圳 就要付钱 又或者是不行的 在这些生活的细节 生活的问题上高 其实香港人就要多了解国情 就会有更好的发展 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多一步 令到无论是什么界别 尤其是会计界 都可以捉紧大湾区的机遇 今天感谢Michael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多谢Ada 如果你们都喜欢这条片 就记得Like Comment和Share 还要记得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和Like我们的Facebook Page 还要按下旁边的小铃 就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资讯了